鬼鬼祟祟的跑进庙里 他们不是来前程祭拜 而是另有所图 看到监视器一个一个破坏 拿着长棍用力戳 转个方向以为这样就不会被抓 看来早就有御毛庙方说 看他们的犯案手法 疑似是管犯 附近居民也好无奈 瓶瓶摇头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13号生意12点 在金门大桥烈宇乡 青棋村烈宇庙的功德乡召窃 而烈宇庙又称王仙姑庙 因为盛传对民众有求必应 香火鼎盛 经过翻修及扩建之后 成为著名的观光景点 吸引许多人前往击败 但也因为如此 香油钱被嫌犯盯上 把重达上百公斤的功德乡搬走 里面金额超过三万九千元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一天内就锁定两名嫌犯 25岁江姓及26岁何姓男子 两人是高雄人到金门做临时工不到一个月 因为缺钱花用起了怠念 得手之后把钱全部花光光 就搭飞机回高雄 大胆行进相当夸张 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 连载运的货车也是偷来的 掌握行中之后跨海歹人 连神的钱也敢偷 还好神明有在看 电眼清楚拍下 这下白口莫辩 TBI新闻陈平乔 演示范金门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